飞狐外传热播 口碑褒贬不一 该剧整体质量尚可 只是人物性格和原著拉开了距离 胡斐不那么聪明伶俐了 原子一变得老实淳朴了 田规农有点儿女情长 两人奉则少了盖世大侠的风范 豆瓣分数出了 有两点令我感到意外 一是不到七分 我感觉给的跌了 虽然我也骂这部剧 但说实话 我每周都在追 甚至是带着我六岁的孩子一起看 这部剧的质量在国产剧中算是上乘 也不做作 我心目中理想的分数应在7.1左右 不知后面有没有提升的可能 二是打分的人只有3000多 不到4000 真的看的人那么少 剧已经过半 像当年武侠是类型剧中最火的 当年各大卫视播放武侠剧 你去同学家串门 电视里演的全是武侠 如今真的观众少了 观众们对武侠剧真的苛刻啊 主创们看到这分数不比悲哀 因为真的是苛刻 毕竟像我这一代武侠蜜 是在金庸古龙的小说 香港TVB的剧集中调教长大的 后来有了电脑 又玩过金庸群侠传 尤其是这部《非狐外传》 它是金庸的作品 金庸迷向来叫真 打分苛刻也是必然 武侠真的沦落了吗 我认为不然 我想网络上看的人 远不止打分这些 很多人不上豆瓣 但是看剧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文章 也对这部剧赞予有加 可见传播范围是有的 看武侠的人真的少了吗 也未必 原因有很多 很可能是由于 像我这一代或两代武侠 岁数大了 人在中年 生活所迫 儿女是多 导致看剧的时候少了 退却了武侠的激情 更多了生活的琐碎 而新一代的读者 看网络小说多了 更喜欢旋缓先想 对武侠差点意思 有时候会问自己 真的变现是忘却了武侠的激情了吗 当然没有 每当夜深人际 独自一人 总想背起包 拿起宝刀 独闯天涯 江湖梦河曾断过 新一代的小读者小观众们 请不要错过武侠 金庸古龙所描绘的武侠世界 远比网络世界真是精彩 他们所刻画的侠义精神 是所有网络玄幻的源头 尤其是金庸 通俗小说七位王者 武林至尊 他的书甚至可以严肃文学媲美 武侠 成年人的童话 不只是童话 如今女二号成灵素正式出场 粉丝惊呼 终于出现了一个和原著还原度极高的人物 成灵素是独守药王无称大师的关门弟子 近的所学 练成了一身惊人的使读解读的本领 是万称百思不得其解的七星海棠 也被他成功培植出来 可以说 单以医术而言 他已经是天下第一 而且成灵素心思缜密 足智多谋 胡匪算得上史记变百出了 但和成灵素比起来 还是要略逊一筹 成灵素一出场 就化解了同门之间的恩怨 其手段和本事让人大开眼界 原来独守药王无称大师已经试试 他的三个徒弟慕容景约 江铁山 薛雀心术不正 为人歹毒 无称大师没有把本领全部传给他们 他们怀恨在心 相互埋怨 各自斗法 闹得不可开交 薛雀害死了大师兄慕容景约的老婆 慕容景约把薛雀毒成了驼背残疾 二师兄江铁山护着薛雀 两人结为夫妇 共同对付慕容景约 南院谦缠多年 几乎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作为小师妹的成灵素 希望能让他们重归于后 但江铁山夫妇并不领情 他们发现成灵素种植的兰花 是邪矮素的克星 于是派遣儿子江小铁来采塌兰花 结果中了成灵素的七星海棠之毒 夫妇两人费尽心机 终究还是无法解毒 还好成灵素控制了药性 并没有要杀人害命的意思 只是要给江小铁滥用毒药 违反门规的行为一个惩罚而已 江铁山夫妇怕人寻仇 住在铁织的房子里 外人很难闯入 房子周围还种马的毒 一般人一靠近就会中毒 当然这些在成灵素眼里 只能算是雕虫小技 成灵素找来王铁匠 成功破了铁房的机关 又用七星海棠迷倒了江铁山夫妇 眼尖是未毒术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江铁山再也不敢反抗 成灵素治好了江小铁的毒伤 又让王铁匠好好地打了江铁山一顿 一来是让铁匠豹被江铁山毒打之仇 二来也是在为江铁山解毒 原来江铁山夫妇二人被七星海棠迷倒 血终已经带有毒血 遭受打击除血反倒是能更快解毒 成灵素对江铁山说 他已经捉住了大师兄慕容景悦 现在借江铁山之手霸他救火 希望他们彼此之间能化解恩怨 重归于好 江铁山很是感激 对成灵素是彻底心服口服 这段剧情几乎是一比一还原了原主 演员的演技也比较到位 成灵素心的善良 医术高明 足之多谋的形象 一下子就被观众捕捉到了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 最让人感到遗憾的还是 成灵素的扮演者行非太过漂亮了 按照原主 他应该是一个相貌普通的女孩子 头发枯黄 身形瘦弱 只有一双眼睛特别有神 这也比较符合一个 常年和独打交道的女子的精神面貌 也很好地解释了明灵 成灵素对胡斐更加情深义重 但胡斐却偏偏喜欢原子一 成灵素愿意伴随胡斐闯荡江湖 愿意结拜兄妹的名义 跟随在一中人的身边 愿意为胡斐付出生命 而原子一却不愿意悔记 对师父的承诺还速成家 两相比较 高下力派 成灵素如果太漂亮了 无疑会损伤悲剧的情感力度 当然 电视剧为了照顾观众的观感 找美女来演成灵素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这是一部王道 目标观众以少男少女为主 颜值是王道 艺术上逊色一点没有什么毛病